有位徐副局長 我看回你們立法會的文件 你們在殘障日間中心那裏增加了620萬 現在達到1830萬 那個日間中心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就增加了3200萬 和3140萬加起來就是6340萬去照顧這班人 加起來都不夠一億 還有一樣 你們那些中心 連18區有一個都沒有 那篇文件說 現時全港共有16間殘障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16間有多少個行政 我們香港有多少區 18區 牙醫對長者也是這樣 每一區 給一個診療所都不行的 你說大灣區 已經搞了3千萬 港珠澳大橋、港芯、港高鐵 連塘口岸 三千萬 還要多做1,451萬三跑 昨天開示威 原來找些錢 找這麼多錢 那裡已經收不到五千億 握著它做個中心 跟著林鄭月娥昨天還在說 假聲聲 1千公頃最少用7千億 那就是1萬2億 那你對長者是怎樣的 你們不覺得羞愧嗎 說千萬千萬 張超元和趙家俊議員在那裡 說到口水都乾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特首糧薄 家居照顧者 無論是照顧殘障 精神病患 老人家 都是照顧者 你林鄭月娥 扣那些 60至65歲之前的 長者縱瞞那些津貼的時候 就說他們蠢 懶 家庭主婦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你把津貼還沒用 出來 和政府照顧這些事情 給他2、3千元 到他60至65歲的時候 變為貧窮戶 因為他沒有薪金 存不到錢 而且 沒有公積金 他老公拿了公積金 65歲才有 你也要扣他的津貼 有這樣的火星特首 有這樣的P基特首才會這樣 現在還不道歉啊 扣了人家津貼也不給啊 這津貼是甚麼啊 救命中啊 眼鏡啊 去租劏房和床位那些 上期按金啊 你快些做事啊 林鄭 快些停止科政 和向長者道歉 不要毒蝕 不要梁博 不要梁振英 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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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